花花与少年继续回来了 我依然是杰花花 各位好 我是颜少年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宁夏音乐广播调频FM104.7 花花与少年之周深翻唱专场 同样呢 在刚刚提前的半个小时 我们已经和大家预热过了 今天呢 我们要一起来翻唱到的是周深的专场 如果说升级前的你 也像花花和少年一样喜欢周深的话 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912502894 912502894 把你在全民K歌和唱8APP上面 录制好的周深的歌曲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 花花我要说一件事情 今天不管周深出现不出现 我在遥远的宁夏要向他跪拜一下 你知道吗 我突然觉得我今天心意好作 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心意很作 没有 我觉得首先我在这里 一定要向周深本人跪拜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周深的经纪人之前跟我说 我们应该是下周一连线 我太激动了 然后看成今天连线 你把时间看错了 对 然后我就很唐突的问经纪人 我说那怎么办怎么办 天哪 你的宣传从上周 上上周你就已经做出去了 对 然后 然后他的经纪人就说 那我联系一下周深正在录节目 不知道他可不可以来 在半个小时之内 我得到一个消息 周深 他说他可以 但是他在录节目 对 他为了不让我们失望 让这么多喜欢的人不等待 天哪 我突然觉得周深真的是一个好有亲和力的艺人 你知道吗 我们也见过很多音乐人 你知道 对对对 发儿洗得很高的也有 超有发儿 但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很多他们都没有周深有名 为什么他们分还那么足 我们不评价那么多了 但是在这里真的是要感谢周深 以及他的一些团队的朋友们 真的非常非常力气 就是华华语少年 那接下来我们闲言不说了 这个闲言废话都少说 赶紧有请出来 今天我们的卡布里小王子周深 周深你在吗 大家好 又哭了 我的声音都要哭了 哈喽周深你好 你好 真的我觉得他的声音听起来都像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一样 我觉得你真的是太没有架子了周深 今天少年给我讲 你说一定会给我们帮这个忙 一定不会让我们俩尴尬 我真的要哭了 你知道吗 最主要是不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失望 对对 主要还是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周深首先跟我们宁夏音乐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先打一个招呼吧 好 宁夏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周深 华华好 少年好 周深好 其实我们已经在我们的 周深给我们录了一个很小的ID 我们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 然后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看到了 大家都说 哇 周深长得真的好帅气 周深真的 我觉得 真的真的 我看到那个视频以后 我真的觉得 哇 你的声音你知道吗 真的和你本人的感觉 不是很符合 我觉得 我的脑海 我听大鱼的时候 我的脑海中想过你的样子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长得那么秀气 真的 太秀气了 对花花是觉得我应该长得很聪明是吗 不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那种男孩子的那种感觉 哎 说不出来的感觉 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你长得真的太秀气了 白白弄弄的 我太喜欢你了 真的太喜欢了 我现在都有点激动 哎 我们先来问一下啊 周深刚刚是在录节目是吗 对啊 刚刚在忙 你突然接到这个邀约的时候 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觉得傻掉 就觉得 不是现在吧 现在完全没有办法 对 我觉得就是不能让听众朋友 希望 不能够让你们 不必须要 不是的 好 那是这样的啊 这个我先来介绍一下啊 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呢 每次一开始啊 我们这两个非专业歌手会唱一首歌 你知道吧 会翻唱一下主题歌手的这个歌 所以接下来呢 希望你的耳朵能够容忍上几分钟 然后也是我们两个 要翻唱的一首歌 是你的歌是蓝色降落伞 我们两个只排练了一次啊 唱得不好 你要多多包涵 一定要多多包涵哦 哎呀 好 周深来听一下啊 现丑了 你听到了吗 没有啊 我就听了 听了 天哪 我觉得我太荣幸了 能够在电话当中 这么清晰的听到周深 来亲自唱这首蓝色降落伞 周深你知道吗 这首歌 我和少年基本上 有段时间 我们两个每天都在 无限的循环你的这首歌 而且我们身边很多 很多朋友 都超级喜欢你的这首歌 他们告诉我 知道我们今天要采访你 哇 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想要问到你 先说一下周深 接下来你要准备好 我先说明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之前这样形容周深的声音 我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不知道周深 你觉得我这段形容是否贴切啊 我说周深的声音啊 像是你赤脚走进了迷雾森林 然后你坐在那个湖畔观望的时候 观望找出路的时候 他刚好来到湖的对面 轻弹了一下水波 他弹起的那个水波 泛起的连衣 刚好触碰到了你的脚尖 我觉得能够触碰到我的心脏 我觉得周深声音带给我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感觉好有意境啊 说到周深啊 此时此刻看到很多周深的歌迷啊 叫做生米是吧 他们 看到很多这个生米添加到我的微信啊 不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留言 那先来问一几个问题吧 代表我们这个听众啊 来问一下你 有人问 他说这个 曾 他问辛苦 问一下周深 昨天北京签售会觉得怎么样 首签名签的累吗 我觉得签售会很开心啊 然后我签笔签的累不累 首先我就特别爱玩手机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其实完全不在话下 比玩一个游戏轻松多了 比玩一个游戏轻松多了啊 周深真的非常可爱啊 然后来看一下 此时此刻还有很多朋友们发来了 你们翻唱周深的歌啊 可能你们这个对于我们节目 铺出来的预告还不太熟悉啊 我们这个节目在上周已经收集过了 但是没关系 我稍后会把你们翻唱作品转给周深 让周深本人也来听一下的 那再来 再来问周深这样的一个问题 周深我不太懂卡布勒这个称呼是什么意思 这个玩意是我当时想在网上 让自己唱的歌嘛 然后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然后我再看一个动画片叫《铁甲桥宝》 然后里面就喊的是 看大名字 然后它准备代表的是正常 卡布勒的颜色性话题呢 就叫卡布勒 卡布勒周深就是这样出来的 我一直以为这首 然后写卡布勒被别人注册了 然后在想 因为我在贵阳长大 我刚才加个贵阳的那个气色 所以就叫卡布勒 非常可爱的名字 那周深呢 我们有听众啊 有同样的 他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他说 在你的很多很多作品里面啊 你自己认为最符合 你个人色彩的歌是哪一首呢 个人色彩的歌 我觉得还蛮多的 像大鱼 浅浅 都挺符合我个人色彩的 但是像我们这张专辑的主打 蓝色双坡 都没符合我个人的经济 其实说到蓝色降落伞 这一张专辑啊 我一直特别想问周深啊 矮大锦同志啊 就是我们高尔松同志 其实他尽量 这个不算很高产啊 我就是因为看在高尔松的微博上面 看到你很多次 我为什么会听到蓝色降落伞 玫瑰小鹿我先不说了啊 蓝色降落伞 就是因为我在看小说的时候 你知道吧 突然出现了你的声音 你知道吗 我当时整个毛骨悚然的感觉 我觉得我的天哪 这个怎么这么好听 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啊 是 我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 听到这一首歌的 诶 就想问一下 据说你这一张专辑制作下来 还是高尔松 他本人自掏腰包是吗 对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嘛 就是能够 被那么有名 那么厉害的音乐人 然后帮我做单级 然后他还自掏 那你跟那个高尔松 是怎么认识的呢 跟他的认识 应该要感谢 那是也就是有一天 更要感谢此做音乐 因为他 已经就有一天 就听到了我唱的欢言 他就在里面 他就给高老师听 高老师说 诶 这个女生的声音 好像有点意思 然后后面 就告诉他 他是个男生 他就 诶 诶 这个小伙的声音 更有意思 对啊 就后面就 对 就想 就想 找到联系方式 然后他就通过娜姐 就拉了一个微信群 然后我就认识了 哦 那高小松本人怎么样吗 本人到底帅还是不帅吗 你自己说 我想说就是高老师 真的非常的瘦 非常的瘦 我一定要对他成绩 诶 真的 真的 周深说这个是实际的 高小松老师本人 其实他位置头大一点 我可以这样说 我一直觉得他很胖 这样高小松老师会不会介意 我真的一直看小说 他腿超细 是吗 是啊 哎呦喂 行男呢 接下来要问到周深啊 周深你看这一张专辑 我仔细来看了一下 主要三位音乐人 来为你制作的 高小松还有隐约 还有钱雷对吧 有这样的一个人物 其实特别希望 你今天能够帮我们 来解开一下 他的神秘面纱 那就是隐约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对 因为我们在网上 找了很多他的资料 都没有看到啊 什么资料 具体的资料 他应该就是 老天派给我的一个神兽 神兽 神兽 哇 屏下这么高 他是一个特别厉害的才女 他长得这个漂亮 就是大美女 然后是 但是一只生活在美国那边 然后他也没有用微博 所以相对来说 大家就没有他的一些 他的作品大家都听过 那娜姐的墨 他写的词 对 很多个都是他写的词 还有前段时间的风轻阳 对 包括周深蓝色这样的伞 玫瑰与小鹿 马云的风轻阳 也是他写的 是的 非常厉害的一位音乐人 那么周深的 我们有听众非常的好奇啊 你的这个声线 是你自己训练出来的吗 不是 就是我 就是这个说的就长了 因为我一开始 我一直都不太喜欢 自己的声音 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奇怪 但是就 从现在慢慢开始 要学会 接受自己的声音 我觉得 让自己接受自己的声音 有最大的原因 就是自然 这两个人 因为我觉得我声音 就是天生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自己要去接受它 然后别人才会 慢慢地喜欢我的声音吧 那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一首歌 马云和王菲一起合唱的 一首风轻阳 其实说周深的声音 是很空灵的 非常空灵的一位歌手 冒着仙气 是 带着自在仙气的一位歌手 那问一下周深 你看你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面 我其实特别羡慕他们 因为他们都跟李健见过面 你知道吗 周深你知道吗 我们的少年 真的是李健的铁杆粉 他前两天刚套了个头 就是模仿李健的样子 那接下来的问题 我要问问周深了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那里春风沉醉 那里绿草如荫 我超级喜欢李健的 哇 特别厉害 但是 不是像走贩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我要说回来 你看像李健啊 王菲啊 包括费玉清 祺玉啊 霍尊这些都是 很空灵的歌手 周深也是 那问一下周深 我刚刚提到的 李健 王菲 费玉清 祺玉还有霍尊 这几位歌手 必须选一位 只能选一位 你最想合作的歌手 是哪位 啊 选一位啊 对 我觉得 都挺想合作的 那如果非要选一位 我觉得应该是 王菲吧 因为毕竟 从小听到的歌 听很多 然后 他唱的歌 对我自己的一些 就是可能 唱歌方法 影响也挺大的 有种再像 自己当时的一个 梦想自尽的感觉吧 就跟少年想见李健一样 少年想要和李健合作 我们的周深呢 想要和王菲合作 其实我觉得 周深唱歌和王菲 真的很有相似之处 就少年刚刚说到的 空灵 冒着仙气的感觉 是 谢谢 接下来啊 因为有很多的问题啊 周深需要来一个 速问速答了啊 我们很多你的这个生米啊 今天轰炸到我们 宁夏应用广播的 微信公众平台 他不停的问啊 说这位叫做 中奖绝缘体的朋友 他说 他是你的忠实歌迷 他希望你能够翻他的牌子啊 知道他的存在 好 这个可以过了 然后再问一下 知道了 好 接下来问一下 说麻烦问一下 深歌他签售会 还会不会有其他站 叫做Y110妈 他问的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 但是确定的是 还有人会在上海的签售会 嗯 在上海 12月16号 在上海 大跃城 哦 这个叫做 肯尼克 这个朋友吧 应该叫做啊 他说这个 怕上海签售时间不够 说如果没签完 你们会延长时间吗 我们反正就是 我可以确保 就是来的人 我们肯定会 就不用担心时间 这个问题 嗯 然后这位叫做 unbeatable的朋友 他说啊 这个说这个 深深辛苦了 要照顾好自己 然后中奖绝缘体 又在问你说 北京签售之后发福利 上海签售会之后 也会发福利吗 那就让他们随时 看着我的微博 看我发没发咯 哈哈哈哈 不能立福那样的 一般 他们会倒你知道吗 别立了 嗯 好 我们这个听众的提问 先到这里啊 周深要稍等片刻 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来向周深 来提问几个 关于他的问题 希望各位继续锁定 FM104.7 宁夏应用广播 花花与少年 哎 花花与少年继续回来了 今天呢 我们和大家要聊到的 这位大咖呢 现在就在我们的线上啊 就是卡布雷周深 嗯 周深 是我和少年都非常非常 喜欢的一位歌手 哇 周深 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不好意思久等了 听到听到 嗯 哈喽 喜欢话哈喽 原唱点 哎 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周深 周深我要说一个事情 我现在要抱怨了 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 你知道吧 我的微信 现在已经卡色了 已经堵塞了 就很多很多生米 现在不停的在跟我说 求主持人求翻牌 让周深知道我 想不到周深前排绝望的米 就是我 我我我叫做实验室的小角落啊 我们今天满足下 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要求吧 这个叫做万人景仰的牛人 他说我的微博ID叫做 如果我不敢昵称 你会爱我吗 欢迎深深来到我们的大哈尔滨 看冰灯 希望深深常回三群看看 千兽会翻盘供暖去 哇 其实看来全国听众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啊 好贴心啊 说到这儿 问一下这个深深有没有来到过我们的这个宁夏地区 我没有哎 我一直想去 一定要来周深 你如果要来的话 你一定真的真的 你和你不客套的 一定要联系少年和花花 你知道吗 我们俩全包了 一定要带你好好玩一玩 而且我见到你 我一定要抱抱你 我真的超级喜欢你 你什么连周深都不放过了 现在 那么可爱的一个男孩子 我就觉得他很可爱 我就特别喜欢他 而且我觉得你人真的好好 你知道吗 我真的觉得你人特别特别好 漂亮 谢谢老师 我有听说您下的枸杞特别好 就可以拿点回家泡茶 对嗓子特别好 年纪也到了 放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很多朋友们在问这个周深 说这个周深 这个子兔子 他说主持人拜托 一定要深深照顾好自己 连周转太心疼了 然后这个ZZ的懒飞飞 他说大兄弟一年比一年帅了 头像也得跟得上你 变帅 然后告诉你说刚换头像了 你怎么看这个事 好的 我那个头像很难选 我觉得等我哪天选好了 就自然会换了 大家就先凑合着看吧 好 接下来呢 是我们花花雨少年的一些提问 这个 咱们说到新专辑 深的深这一张专辑 从什么时候开始录制的 这张专辑 对我来说真的 就是一个难产儿 就他已经难产程度 已经到了哪吒的程度 我等了他 等了三年 要说什么时候开始录的 就是刚结 结束完比赛 大概就 半个左右吧 然后就开始录第一首歌 玫瑰与小鹿 但录玫瑰与小鹿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确定 要录专辑 但是要说整张专辑 开始录的时候 是从那个时候 然后整整的准备了 两年多快三年 就终于出来了 真的太简单 哇三年的时间终于在我们 上个月2017年11月份的时候 终于让我们听到了 你的最新的专辑 那在录制这个专辑的过程当中 最让你难忘 回味最长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可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最让我唱的就是录 录卓大哥吧 男的叫做伞 因为我一开始 刚开始准备录这张专辑的时候 我不太熟悉录音棚的环境嘛 就怎么在里面怎么唱 然后制作人里面和这些老师 高中老师就是不满意 然后甚至他们 我都有觉得他们在想的 想的感觉就是 天哪你会不会唱歌 我们找了一个什么样的歌手 来录这个专辑 所以当时胆计特别特别大 在里面都崩溃了都 压力肯定特别的大哦 对 而且当时这张专辑是在美国一次的嘛 就是一下飞机就录 又要带着时差 然后头晕 身体不适 然后又要听录音棚 反正整个状态特别差 然后连续录了有八天 天天都在录 每天都会录蓝色降落伞 每天都说不行 再录 不行再录 蓝色降落伞到最后一天 他们才终于觉得 好像是可以了 哇真的好心疼你啊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么好听的 这首蓝色降落伞 竟然 哇 这么艰难的录出来的 而且 我真的是蓝色的 因为真的很忧郁 很忧郁 真的好忧郁 你 其实啊 要问到周深 你刚刚说啊 这个你是在美国录的 其实也知道周深在国外嘛 是有留学经历的 专门去学音乐的 在乌克兰啊 我记得是乌克兰 乌克兰 那问一下周深 其实在乌克兰本地的音乐 对你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 有 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玩的 就是我后面去考音乐学院嘛 很多人都问我 为什么没有学流行系 而选了古典乐 学歌曲 那我就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学校没有流行系 只有美声 我就只能在那儿写美声 那你觉得你现在这样的声音的话 是不是和你学美声 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呢 有 我觉得 因为之前做一个音乐爱好者 唱歌的时候 就会觉得 就觉得 对音乐没有那么多想法吧 然后在音乐学院 毕业之后 就觉得 那个唱法上面 对自己的唱歌 也是帮助了很多 包括也能帮我提供 更多的音色 就比如后面的 花香 假声 南高音 我的天哪 我真的是要为你双击666了 太厉害了 问一下这个卡布雷 我们问一下这个问题吧 就是其实说了一下 看一下整张专辑嘛 主要是高尔松隐约 还有钱雷 来附责这一张专辑的编排 发现你的大部分歌 其实都是由别人去编排词曲 然后你自己来演绎 那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自己的原创作品 或者说想没想过 自己来写一些歌呢 有啊 我自己在家有尝试过写过 但我真的写得太 感觉自己可以给小学音乐课本 做标题 能不能给我们哼一两句吗 我觉得是你太谦虚了 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 真的水平没大 相信我 那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你太谦虚了 其实我们大家 我们那么那么多喜欢你的人 真的很想听到你自己 原创的歌曲 我觉得那样的话 我们真的要疯狂为你打抠哦 嗯 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应该好好 在接下来的时间 刚刚这个周深说 他会继续努力去做这个原创的 写一些原创 所以自己的歌啊 我要说一下 今天 颜少年第二拜 拜周深 为什么要拜周深 就是我们是一个宁夏地区覆盖的一个音乐电台 你知道吧 然后今天我收到了统计一下 有山东的 有西双版纳的 有哈尔滨的 此时此刻 这位叫做莫莫 来自日本东京的网友 然后 他说想问你说 专辑中最后录的一首歌是什么 大概是什么时候唱的 最后录的一首歌应该是 大概什么时候唱的 应该是去年 你知道为什么最后录赢的吗 嗯 因为一开始 就是让我去 一首歌 但前面就是怎么唱 都觉得特别难听 然后后面就是制作人 我告诉他们就觉得 算了 就算你别唱这首歌了吧 啊 就不给我了 嗯 然后到了后面整张专辑 就是已经录完了 嗯 后面就觉得好像我们整张专辑里面 怎么没有任何一首 比较偏流行风格的歌 都是比较艺术的 嗯 就觉得 要不周深 你就再试一下迎刃吧 然后经过了那么 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多的魔鬼训练吧 然后唱歌也进步了 然后再去唱迎刃的时候 他们觉得 哎 呦 这小伙子啊 这歌不错 会给我的 好 接下来来看一看大瑶这位朋友啊 他说 正牌想问深深 你会不会开车 有没有驾照啊 哇 我不会开车 我绝对不会去学驾照的 为什么啊 因为你觉得我坐车都已经够累了 你还让我开车 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 我是 我是路痴 我随时随地可以把大家开到海里去 我觉得是那种人 对 其实我觉得深深每天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声音 然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把你最好的音乐分享给我们大家 我们就已经很 很开心了 前提是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 好 接下来进入到一段整点报时 整点报时之后 我们今天正式开始翻唱周深的专场 好的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宁夏音乐广播调频FM104.7之花花 与少年各位好 我是颜少年 大家好 我是杰花花 嗯 今天我们主打翻唱的歌手是周深 卡布雷周深超可爱的一个人 那之前呢 在上周我们也收集到了通过唱八和全民K歌来录制的各位听众们翻唱周深的歌曲 稍后各位你们的福利到了 我会一一播放出来让周深本人听到来为你们做一个点评 问一下周深 周深还在吗 哈喽 对对对 吉花花好 严少年好 大家好 我是周深 哈喽 周深 诶 周深啊 那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 你将会听到我们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翻唱你的歌曲啊 会不会很紧张 我会 真的 因为我会唱得点 我的歌很难唱 对对对对 真的是 你的歌的声音很高你知道吗 而且一定要唱的那种很空灵的感觉 我之前其实特别想要在唱八上面录一首你的这个蓝色降落伞的 但是我失败了 因为录出来我真的觉得天哪我和你 哎呀我觉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的都不为过你知道吗 没有啊我刚才听你们俩刚才现场唱对吧 我觉得挺好的 哎呀你不要鼓励我们了 我们知道自己的水平的 你说实话了 哎接下来要问一下周深了 刚刚刚周深说他自己在绝对不会去考驾照的 很多朋友们现在我的手机上面都显示一条消息 请问一下周深需要司机吗 找司机吗 要不说需要 需要是吧 哎呀我觉得估计换上十年都换不完你知道吗 一天一个司机十年都换不完啊 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先紧的回答我们一些这个听众们的一些问题吧 因为听众们实在是他今天太激动了 我的微信已经被刷爆了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 我看一下他刷了好多次 李虎 他说拜托了小编帮忙问一下吧 问一下深深北京福利里那件衣服 是不是和全民K歌里是一件反穿的吗 哇好聪明啊 可以不要这样暴露我衣服很少的这个事实吗 是反穿的是吧 是反穿的 是是是是 因为我发现那个那个拉链忙那件衣服 放在全面穿也还可以 然后转到后面去也可以穿 就这样吧 哇你真的好可爱啊 我觉得 深深你当往真正觉得你好接近 问一下周深那个刚刚我们说到全民K歌啊 你平时是在全民K歌里面也会出现什么 我平时不会 因为我我自己喜欢就是 自己用电脑自己在家给自己唱的听 不太喜欢录下来 因为我觉得录下来就听到自己唱歌有点太可怕了 接下来我们今天问最后一个问题了 其他的关于很多朋友们问回 周深会不会到我们这里到我们那里啊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周深会提前有一个预告 他具体要去哪些站去进行签售对吧 最后一个问题 周深要接好招啊 这位叫做深深的奇蓝的茶蛋 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你要谨慎回答 他说问一下深深 你会穿四脚内裤还是三脚内裤 好烦啊 他们明明就看到我采访里面 回答这个问题 这样的他们 但是我们宁夏这边的听众不知道啊 你要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我想让我们宁夏的 知道我要穿什么内裤 对你是穿四脚内裤还是三脚内裤 这个问题 我就只想说 大家记得穿秋裤了 哎呀 好了说了这么多啊 因为今天呢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生米们啊 全国各地的生米们 发来了他们翻唱周深的歌曲 但是在这里要稍微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了 不过稍后呢 我会把大家的作品整理一下 然后打包发给周深 让周深本人来听一下 那但是今天呢 我们因为我们之前扑宣传的时候 只是扑到宁夏境内了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播放的歌曲呢 全部都是我们宁夏的听众朋友 翻唱周深的歌曲 我相信也会有更多更多好听的声音 出现在来自于生米的团队之中 生米这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啊 周深这么多好听的歌曲 声明我看到翻唱也非常的多 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歌曲都发给了我 但是稍后我会整理的 首先来听一听我们宁夏地区的朋友们 向周深用歌曲发来的问候 来听一听这位朋友 我们来听一下 这位叫做霞宇杰 他所翻唱你的歌曲 大鱼 刚刚的这一首来自于霞宇杰 他所翻唱大鱼 你听到了吗 先说 听到了呀 嗯 感觉怎么样 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还不错 但就是可能需要更识心下伴奏 有的地方可能会辣拍子 那整体感觉我觉得就是 单单精进唱歌就是特别好听的 因为他那些 我不喜欢的那些技巧了 反而觉得这样唱歌是挺 很干净 舒服 我觉得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 要听到周深这么评价他 我觉得他真的是会自信爆棚啊 每次去KTV都要唱大鱼 周深亲自点评过的 对 我感觉说出去都倍儿有面是吧 对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这个大鱼啊 是由胡涂涂 他所翻唱周深你的大鱼 一起来听听不同的女生演绎这首歌 有什么样不同的感觉呢 诶 深深 你刚刚听到我们的听友 胡涂涂翻唱你的这首大鱼 你觉得和我们上位听友 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上一位听友 就是我说的就是干净舒服 这位就相对来说 好像是比较能够掌握到 唱歌的那种感觉 就像他 他会有那个意识的方式 画线条样去唱歌 而且我觉得这两位都有 同一个优点就是 他们两位音准都挺好的 所以其实有很多 有很多哪怕是艺人吧 很多的音准 其实都还蛮 蛮让人意外的 我觉得音准还挺好 我觉得这个评价真的好高啊 下面有听到的这首歌啊 我们说下面有听到这首歌啊 这首歌我先需要周深来解释一下 你有一首歌叫做垃圾别烦我是吗 对垃圾别烦我 这首歌是怎么出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首歌呢 我觉得周深不会唱这样的歌吧 是他唱的 对啊 我当时也觉得这首歌 不是我会唱的歌吧 然后呢就是 他是给腾讯的一个 这个主题歌嘛 然后就是也唱到大家 就是以清风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把这首的垃圾全部赶走 然后当时我一听到 我说 我真不会唱热 好那接下来 这个我们之前听的是 两位女听众翻唱你的歌啊 接下来来听到这一首 是男听众叫做墨龙小旭 她做翻唱你的一首歌 垃圾别烦我 周深听到你的这首歌 你什么感觉啊 垃圾别烦我 别挖挖你在笑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这首歌 真的是很不是你的风格 你知道吗 对这首这首歌的副歌 你知道吗 就是一开始第一版的歌词 就被 就是被 被 被 被这个软件的工作人员 改的第一版歌词 副歌歌词 我就要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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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爽爽爽爽爽爽 我觉得就更补向我 周深我就要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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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啊 但是说说啊 今天今天我们这个在听到的这个一些翻唱周深的歌 这还不是全部啊 还有很多歌在排着呢啊 稍后我们会慢慢来听 再来借问几个问题吧 因为真的生米们太热情了啊 他们把我的微信都已经堵塞掉了 要爆炸了 对我的手机在这边不停的震动啊 在问周深几个问题 他们说一定要问 不然的话错过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问一下周深 说这个你跨年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安排吗 今年跨年 跨年的时候吗 嗯 暂时还 先保密吧 因为毕竟就工作安排 最后要后面才看到 哦 看来是工作的一些事宜 大家可以去啊 这个时刻的关注一下 再看一下有人问说 还在慢慢的选择当中 嗯 有人问周深说 我陪大家一起过 啊 有人问这个周深说 你的这个贴吧账号找回来了吗 这个就比较好啊 因为我被盗了嘛 嗯 然后面我又找回来了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中 我都忘了 所以就是现在 那个贴了照 谁跟我都在哪里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进入到一段广告的时间了啊 也是还最后15分钟的时间 周深能够跟花花雨少年 跟我们宁夏地区的听众们互动起来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把你们想要提的问题来发送给颜少年 当然接下来还是要需要周深 来聆听一下我们宁夏地区的朋友们 翻唱你歌曲的啊 这样的一个环节 所以希望你能够耐心等待 稍后要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 花花崩溃了 为什么 周深的歌迷们太太热情了 你知道吗 太热情了 我的我这边手机已经卡顿住了啊 已经打不开了啊 不敢打开啊 这个来再次问候一下周深 周深你好 哈喽 哈喽 演唱你哈喽 喜欢吗 哈喽大家好 哎这个周深啊 这个很多听众朋友 刚刚在广告期间啊 这总结了几个问题 再来问你一下吧 因为真的是太热情 大家就感觉 好像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错过这村 就没有这个店了 都想要让周 让周深听到 他的名字 都想要让周深一对一的回答他的问题 是 那我们就给一些机会 我们今天就翻了他们的牌子吧 好 你看 他们就是特别希望你能够翻他们牌子啊 那我们就稍后再来播出我们 听众们的翻唱 再来问一问 这个问题啊 这个懒肥肥啊 肥呀肥的小生米 他说 主播主播看到我 为什么深深总是放点耕膊啊 这是我喜欢深深之后最大的疑问 因为我首先 我喜欢巧思 微博的那个沙发嘛 我肯定要挑大家没有手段玩手机的时候去发呀 要不然我输怎么办 让我一直在输 下面一个问题 刚刚我们说到微博了 你更新的这个问题 总结最多的一个问题 在问你 你什么时候还会直播 哦 这个呀 我觉得 首先我就是不太经常直播嘛 每次直播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服务 嗯 然后你看 要是现在预告了 就不算惊喜了 对不对 哦 哎 先能不能透露一下 你平时在什么平台上面直播 我们也可以去看嘛 对啊 让更多您下地区的朋友可以去看 我要给你刷礼物 好 谢谢我们节目 给我的一辆游艇 你之前是在哪里直播过啊 我在自己的微博上面 嗯 很偶尔的 几乎一年也就是两三次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时时刻刻关注你的微博 只要你一直把我立马进去 我一定让你第一个看到我 谢谢 然后我直播第一句觉得说 呀 颜色很好 开始我们的直播 哇 哎呦我的天哪 来 这位叫做深深的奇蓝的茶蛋 他说主持人我要高考了 深深你可不可以送个祝福求祝福 哇 那个高考你还听我的歌 好好去看书好不好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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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开玩笑啊 我们今天还是要主要向我们宁夏地区的所有听众朋友们 推荐的是周深2017年的最深的最新专辑 深的深在这里强烈推荐大家去听蓝色降落伞 太好听了 不听以后就不要再听104.7 不听以后就不要听话话语少年 必须要听这首歌 太好听了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刚刚高考的那位小朋友啊 我觉得听蓝色降落伞的话 我觉得你一定会奋发图强 会想要一定要在这个好的时代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的 嗯 想救深学习 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对了 嗯 一直这样 对 深深的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正能量 你知道吗 但是深深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啊 我觉得我听到眼泪都要下来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唱这首歌 你为什么能够唱的那么好听呢 你说你怎么能够把感情用得那么到位呢 嗯 首先我觉得可能是声音会占点优势吧 我声音就 为什么这样专节叫深的深 就有一个意思就是说 我的声音可能别人听起来 然后觉得有一些声音有深度的感觉 对 然后我觉得应该算是老天给的礼物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们想想 我被连续录了八天 最后一天录的时候 当然会很难过 就非常的蓝色 永远要记住这个点啊 蓝色的降落伞 就是因为很难过 才露出来蓝色的这种感觉 优异的感觉 对 说了这么多 我们赶紧来听听我们听众 发过来的翻唱 因为大家最主要 今天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提问类的节目 是让周深卡布雷 作为一个评委 来听听我们听众们翻唱的 这样的一档节目 但今天的确是 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太热情了 也再一次感谢你们 能够通过周深关注到宁夏音乐广播 关注到环环与少年 接下来为你带来的这一首歌 是有不害怕会长大 所翻唱你的玫瑰与小鹿 非常安静的一首歌 玫瑰与小鹿 你知不知道玫瑰与小鹿的MV 也超级好看 是吗 就是纯动画版本 特别特别搭队的 而且当场是高子松老师 在网络上面征集 一个网络上面的朋友 帮忙做出来的这个MV是吗 对对对对 他们就是在网上征集 让我们看到了很多 很满意的版本 来说一说 你听到这位叫做 不害怕会长大 这位朋友翻唱的玫瑰与小鹿 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他整个唱歌的状态 都是应该的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更适合 一些我其他难度比较高的歌曲 比如说呢 他的线条 他的气息都很足 比如像前期 最后那段美声 我觉得就很适合他 哎呦 哎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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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像我们玫瑰与小鹿这样的歌 就可能要让他就比较放松的去唱和 更好 更贴切一点吧 因为这首歌比较像童话故事 嗯 他总是风轻就飞 到头看大雨 三飞 就觉得他应该可以尝试一下 难度更高的歌 我的天哪 我之前一直啊 我说了今天节目的时候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我听到周深唱蓝色降落伞的时候 毛骨悚然 我刚听到他这首歌又是毛骨悚然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 我每次形容我这个浑身 含毛孔的一种张开 到底用什么样的词合适啊 所以我只能用毛骨悚然了 因为真的那种感觉 就头皮也发麻 头皮发麻 然后浑身那种感觉一下就张开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直肌心灵的感觉 那都不够 你知道 就感觉头发根都要竖起来 真的 尤其刚才清唱一段玫瑰与小路 我太喜欢这首歌了 我当时看了无数次这个MV 我听了无数次这首歌 然后我觉得太棒了 哦 对了 谢谢言小明星 对了 深深我要再说一句话 我特别喜欢你和李维一起合唱的 那一个版本的偶然 偶然 我在这里 今天一定要说到 是的 我以为你会说那个贝加尔胡畔 不不不不 我比较喜欢贝加尔胡畔 贝加尔胡畔是另外一个很好的 我在这里要向所有的正在收听着 104.7零下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 再向各位除了推荐 深深周深 这个2017年最新传辑深的深以外 特别推荐大家去听一听 周深和李维一起合唱的 这一个版本的偶然 之前应该是奇遇 还有奇琴 他们都有翻唱过这一首歌 但是我要说的是 李维和周深的演义 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是有两个人站在 一个站在岸上 一个站在海上的船 两个人对着隔海相望 然后再说着一些话 那种爱恨纠缠太深了 你知道吗 谢谢 谢谢你这么帮我拉仇恨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真正我在这里 因为我们就是凭良心说话 我听到的偶然最好的版本 没有之一 只有周深和李维一起合唱的 这个版本的偶然 真的 老师听到了吗 是袁少年说的 真的 甚至要超过了小哥齐琴 那个版本 可能他因为是单人演义 这两个男孩子在一块 这种演义那一首偶然 尤其在深夜听 你真的会泪奔的 因为那首歌写的就是很感人 没错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听歌 我们表达太多爱意了 再来听一首歌 来听听勇敢一点 他所翻唱你的大鱼 是因为男生翻唱的 好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勇敢一点 翻唱到的是周深的大鱼 周深 听到我们男生版的大鱼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有呀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以就是算是可以 推荐大家的一个想法吧 就有的时候 大家在选择翻唱歌曲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选 跟你就是原唱 跟你风格差别特别大的 让你会唱出自己的心意 而且会给别人一种 特别新鲜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想法是特别好的 所以我觉得他很聪明哦 非常感谢周深哦 你要感谢勇敢一点 发来的这一首大鱼 当然说回来 看一下时间 也就剩两分钟的时间了 在这里再一次 三拜周深 在这遥远的宁夏 给你跪拜了 因为为什么 今天的确是周深 很突然的一个连线 原本是预定的是下周一 你知道吧 对对对 一个疏忽 然后让周深 摆忙之中 陪我们在这里聊了一个小时 不说 关键是我还有一个 另外意外的收获 就是你三群的朋友 你的歌友会三群的朋友 在问我主持人 我跟你讲 我已经收到了 将近一百多条 这样的问候 主持人 你是不是 也很喜欢周深啊 欢迎你进入到我们三群 我们三群竭力邀请你 都把二维码发给我了 稍后呢 我也会走进这个曲里面 跟大家一起去畅聊一下 当然周深 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夙愿 要留给你 希望你能够答应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 就是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 这些你喜欢你的人 喜欢你的这些歌迷们 他们录制了很多 翻唱你的歌曲 我稍后会整理一下 然后一一传送给你 希望你也能够听到 好吗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周深 非常感谢周深 在百忙之中的 能够接听我们的连线 希望下次有机会 我们可以在宁夏再见了 一定要在宁夏见到你好不好 好的 在阴川的时候 记者到阴川的第一件事情 要找到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去给你保驾护航 给你当司机 好了 再一次 好的 我到每个地图 可以找到什么 好的 感谢卡布雷周深 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 可以再见到你 周深拜拜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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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的是啊 我觉得真的 太喜欢周深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如果他有机会 来到宁夏的话 你知道吗 我真的愿意 我不做节目了 我要去给他当司机 少年你就去给领导请假去 好好好 好了 感谢周深啊 参与到我们今天 花花与少年的节目 专访当中 最后留一句话 还是希望各位能够 多多的去关注这位 以后肯定是很有前途 因为我相信 颜少年喜欢的歌手 他必然会红 自信了 自信了 真的 但是 我跟他保证 说到周深的话 我觉得没有意义 我觉得像这么好的艺人 唱歌又那么好听 人品 我觉得人品又这么好 我觉得 哎呀 他不火没天理啊 是的 那接下来呢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买专辑也好 或者去听歌也好 你们搜一搜 深的深 叫做周深啊 深的深这一张专辑 再次主推那首歌 蓝色 降落伞 打赞 我们下期视频